利用矩阵的列运算来解这个方程组 所以废话不多说 动手吧 那X的系数123 Y的系数112 Z的系数1-10 然后常数呢 112 好 动手吧 那 我们要把它想办法变成100之类的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从这里下手 通常我们都会先从这里下手 好 这里 乘上负2 这里 乘上负3 好 所以这里就变减2 减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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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这里就变减3 减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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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希望我这次 小心一点不要再写错了 不然等一下又出现很丑的数字 来 2减2是0 1减2 负1 负1减2 负3 然后再来这里负1 这里0 负1 负3 负1 好 赶快再检查一下 应该是 没有问题 好 那你从这里啊 可以看到 第二列跟第三列 你有没有发现 它基本上就是一模模一样样 成比例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是 无限多组解 好 那无限多组解 怎么办 继续没 来把这个第二列再 乘以负1 加到 第三列来 我会得到什么 我应该写横的 好 那你跟心脏 我写这里就好了 好 所以1 1 不变 然后第二列 也不变 来 第三列有变咯 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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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通常我们第三列 在讲的是z 结果 0z 等于0 所以z呢 是不是就等于 任何数 那我就令z 为t 然后呢 t是 任何的 任意的时数 都ok 好 那我们这里呢 z等于t 我把它丢回去 这一列 好 这一列是什么 负y 减3z 等于负1 所以负y 减3t 等于负1 y就等于 负3t 加1 然后呢 我再把它带回去 第一列 好 所以 x x 加上y 加上z 要等于 1 所以x 等于多少 负2t 移过去 变2t 然后1 不见了 所以x呢 就等于2t 所以我们的方程组的解呢 我把它写下来 x 等于2t y呢 等于负3t 加1 z 等于t 而且t呢 是属于任意实数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答案 就等于负3t